如果戶籍不在台北市 你要在台北市有休息的就業 譬如說你在台北市工作 或在台北市面試才可以 服務人員忙著說明申請方式 北市連開宅開放收件第一天 一大早就有不少民眾前來遞件 只是申請所需要的文件超多 再加上四個連開宅地點 龍山市站 港前站 台北橋站 及小壁壇站 一次只能選填一間申請 讓不少民眾很頭痛 它四個只能選一個 我本來是全部都填 但是它只能選一個 我就要變要重填 要申請資產清澈全戶的 這個比較麻煩 連開宅申請從4月7號開始 一直到21號 除了到都發局現場申辦 也能夠從網路遞件 截止之後會公布抽籤時間 順利中籤的民眾 最快6月可以入住 我覺得沒有比較便宜 滿貴的 兩房就有28000多 比較貴啦 但是品質就比較高 面對外界質疑 租金似乎沒有比市價便宜 民眾則是有不同看法 而目前詢問度最高的 仍是以提供戶數超過200戶以上的 台北橋站以及小壁壇站為主 網站也提供了3D線上看屋 都發局則是將會在8號 9號 10號 接受民眾預約現場看食品 想要幸運中籤入住570戶連開宅 只能說人人有機會 因為個個沒把握 記得張哲如 詹悠鴻 泰寶報導 並列至今 東京的一位 零件事 武林大學院